首相辅新闻发布会记录 2020年4月6日当晚时间晚上8点 疫情的发展和数据趋势向稳定 目前有503名病人住院 其中有139名在重症监护室 另外有187名病人不幸历史 首相指出现在有些人开始松懈 计划着他们复活节聚餐 这是令人非常担忧的 因为新冠病毒会延迟三次四周后才发病 根据目前的情况 首相提出了重启当晚的第一阶段计划 该计划实现的前提是 每个人都有义务继续遵从当局的指引 牵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不与多人见面 第一阶段重启的计划包括以下 医疗系统将重新恢复 除了新冠以外相关的手术和服务 托儿所幼儿园校外托管服务 和零至五年级将重新开学 这类机构将采取一些新的 卫生保健措施 等这些措施都准备好了 才执行开放 私人企业的员工在健康 卫生条件得到保障的情况下 才开始上班 首相强调 以上所提到的计划 只有在疫情持续平稳发展的条件下 才能实现 而且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 做到遵从当局的指引 让这个共同的目标成为现实 此外以下几项措施将继续延长 适中直到五月十日 关闭边境 禁止十人以上的聚会 更加严格的指导方针 关闭大学图书馆 电影院购物中心和咖啡厅 小型个体货 例如理发店和纹身馆等 也继续关闭 首相建议大家要有耐心和给予理解 如今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在未来的几个月里 我们可能也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当中 此外首相还宣布了一些具体的情况 六至十年级的学生 继续在家上课 学校取消了期末考试 曾既由学生的期末成绩作为代替 高中生的毕业考试 将以一种不同的和有限的方式进行 集会的禁令继续维持到八月 所以夏天的节日派对 市集和其他的大型活动将无法进行 政府和议会的各党派将讨论 能否进一步的完善企业援助法案 此外首相再次呼吁各位民众要肩负起社会责任心 这次特指银行和一些大型的租资公司 要体现社会团结意识 也鼓励民众要多支持附近地区的商铺和小型企业 首相还宣布 卫生部部门为找出新冠病毒携带者 将推行更多的测试 同时也为医护人员正积极地筹备 他们所需要的物资设备 最后首相强调 如今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采取行动 我们的社会能逐渐重启的大前提是 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